在两性交往中,人们普遍将女人外在的容貌放在打动男人心的第一位 其中的原因很好理解,因为男人都是视觉动物,女人是听觉动物 男人往往容易被女人的外在容貌所吸引,女人往往容易被男人的甜言蜜语所打动 正因为这样,很多女人便单纯地认为,只要自己能够拥有娇美的容貌,就一定能够让男人爱自己入固 然而事实上,容貌等外在的美好,只能在两性交往的早期,对男人具备吸引力 她本身不具备长久的能力,真正能吸引男人的是这几点 1.有乐观积极的心态 一个女人即使容貌再美,如果内心不具备乐观积极的心态 整日阴雨,负面,消极,总是埋怨社会不公,埋怨生活不平 对别人各种苛刻指责,看不惯别人的言行 这样的女人只会给他人带来负能量,让别人避之不及 一个男人身边需要的不是这种美丽但负面的女人 这会严重影响到男人的身心,也会影响他外在的言行及事业等 男人渴望的是一个积极乐观的女人 在自己快乐的时候能够一同快乐 在自己忧伤的时候能给她带来阳光 低落消沉时能给她带来力量的女人 2.有思想,有个性的灵魂 女人再美,如果没有内在,那也就如同一个花瓶 生活中有些女人并不重视自己的内在 她们没有自己的主见 凡事随波逐流,人云亦云 对生活没有自己的理解和原则 这样的女人很容易成为最普通的存在 逐渐被男人所忽视和厌倦 而有思想,有个性的女人 这会在男人内心形成一个完整而独立的个体 让男人可以与之交流,与之碰撞,让男人以平等的眼观去审视和欣赏 而在这种交融之中,男人和女人可以融合得越来越深 深入到男人的内心,让男人欲罢不能 3.有情商,懂得爱 生活中有很多女人,自身各方面都很不错 但在两性交往中,不懂得把握分寸 甚至于毫无情商可言 这往往会对这段感情产生致命的伤害 一举浇灭男人内心所有的对爱的火焰 冷却男人全部的激情 而一个有情商,懂得如何去爱的女人 她们总能正正好好的把握住男人的点 总能实现刚好的做出该做的言行 和这样的女人在一起,男人会感到快乐和放松 会真正体会身心的愉悦 这自然而然会让男人对女人爱得入骨 一个女人能够拥有乐观积极的心态 拥有思想,个性的灵魂 拥有情商,懂得如何去爱 适合有哪个男人能够抗拒这样的女人 所赞发出来的吸引 必然会对其产生痴迷之情 心甘情愿地匍復在她的石榴裙下